對不對 但這一道呢 我不知道我敢不敢喝 因為他是中藥果菜汁 中藥拿下去打不就很多 那個渣渣嘛 其實我們中藥材 來來喝喝 用的拌下 倉煮跟陳皮 還有薑 那拌下本來就有核胃脂藕的作用 就調和我們的皮味 讓你比較不會想吐 那陳皮有時候我們吃太飽 會吃點酸酸的陳皮幫助消化 那倉煮為什麼用倉煮呢 第一個它有保護味的作用 那第二個因為我們現在都吃太多 太難消化的東西 太甜的東西 導致我們講中藥的皮味 濕氣會太重 濕氣重就阻礙它的運行 所以用點倉煮 它又有可以植肉的作用 又可以排濕的作用 那裡面還含有一些果菜類 對對對 當然如果只用中藥去喝的話 其實大家一定不會想喝 所以要加一點材質 這我覺得蠻好喝的 真的嗎 這個是蠻好喝的 裡面有加了高麗菜 蘋果跟蜂蜜 真的好喝 我覺得還OK 還蠻好喝的 因為我本來聽到 渣渣率怎麼打 其實高麗菜會先燙過 那剩下蘋果切一切 然後再加點蜂蜜 然後這些中藥材 先用中藥布包去煮水 再用這些水來加入這個果汁 因為他這些中藥材 其實沒有像我們想像的 那麼多藥味 其實不太厚 因為餐煮飯下沒什麼味道 陳皮一點點酸酸的 那這個是在吃東西之前喝 還是吃東西之後 其實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像日本有一個很有名的胃藥 他就用高麗菜萃取物 加上餐煮 對那個胃藥非常有效 對於胃食道逆流 胃痛胃脹氣都很有效 所以我才會用這兩個東西來搭配 這個很好喝 我覺得這小朋友滿好喝的 就是說你有時候暴飲暴食 我說你平常 像剛講壓力大的人 平常吃東西比較不規律的人 吃飽飯又做辦公室 常常去餵肚肚 你可以飯後就弄一杯來喝